我们这节课说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的关系 一定有关系对不对 那我们接着上节课 这个图还都没擦 我们说了 按这个顺序 转的 那么先天主要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 先天也有用 然后你看到 这个顺序下来 就是1234 5678 那么后天的数呢 我们记得那个九公数 写在这 12345678 9 它是9个 这个是8个 当然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把这个8 变成9 也就是说从这开始 中间这个5给它加上 然后这就变成了6 7 9在这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那我们可以发现 跟这个图 如果这个2 跟这个8 调换换一下 调换一下位置 会发现神奇的事情 这1234 这1234 然后5下来 6789 刚好 就是说从这里 一样 234 是不是一个反向的 这个先天八卦图 那就是 这就落书了 那是不是就说明 天到左旋 低到右旋 阳光跟复观 它是两个相反的 而这2跟8呢 那在后天里面 这个2跟8是什么位置呢 就是土 就这两个 我们要变的是这个土 因为这个 从根瓜 这是昆瓜 两个土 来一换 那当然了 你说把这两个 换过来 也行 但是 就换过来 就就跟这个图 这个就本末倒置了 因为它这个数字 不是连续的 所以说我们换的 只能是后天 也就是这个土 才是什么变化 我们以此 还可以 衍生 就是说 跟这个神话 怎么联系 说天清西北 地不满东南 或者叫地陷东南 女娃补天 这个斩 巨龟 立斯吉 斯吉当然就是四个桥了 我们可以去 自己去探索 这种方向 都是有 不能说有迹可循 应该说值得探索 那我们再简单说一说 这个为什么这么转 那这个金 五星 然后火 木 水 最后这个土 也是归了本位了 那说后天八卦 主要就是向客为主 实际上 从某个角度 它全都是客 先天呢 就主生 天有号胜之德 那么先天 所谓也代表河图 什么 后天是洛书 那这个是不是 其实火也能生金 对不对 我们后面课会讲 这个庚金位 这个大的象 就是火生金 然后木生火 然后水又生木 到最后这 出现了点一样 那我们再说 实际上这个土 跟水也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 这个当中啊 还有很多 无穷的变化 就是这九个数 就是这么 两三个图 那就对医学界 它的基础产生 由来就变化无穷了 那我们下节课呢 再继续延续 这一系列的话题 这个时间不够了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 接下来